育营的抹黑无极限 胃毒跟胃药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政府 就开始去定调 去任意去扣帽子 畏心得都去引射 他是个医生对不对 直接说呢 这些幼儿室友 吸毒 吃毒的那个阶段症状 你们这样子不断的乱带风向 然后让这些幼儿园的老师们 还有这些幼儿教业者 一再的受伤害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政府过去呢 让国人不信任军公教 然后现在呢 又让家长不信任幼儿园老师 然后甚至是不信任专业的医师 造成严重的社会互信基础被伤 我真的觉得 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大悲哀 哈喽欢迎收看今天的梗传媒 有梗来报玄外之音来说梗 我是主持人李明璇 今天是6月20号礼拜二 又到了每个礼拜二 晚上9点的玄外之音的时间 好那我们在梗传媒 还有在中天朋友圈 都有双开的直播 欢迎大家呢 可以双双的来订阅我们 那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除了订阅以外呢 可以多帮我们按赞留言加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梗传媒这里有愿意监督政府的 说真话的声音 好那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 如果你喜欢梗传媒的影片 欢迎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 每个月呢 只有小小的一点点 给我们满满大大的鼓励 那我们每个月呢 其实不定期啦 每一天都会有给我们的会员VIP 会有一些花絮的影片 那欢迎大家也可以加入 梗传媒的会员 壮大我们监督政府的声音 好今天呢 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其实最近关于这个 喂药的事件 其实延烧到现在呢 竟然烧到高雄都有啦 但是我们却很明显的发现到说 喂打一只鸟 却砍了整面的山 更何况呢这一只鸟很有可能是子虚乌有 昨天我们在高雄开了一场记者会 因为高雄传出说 也有医师不当用药 使用了这个 他们说是有被限制的这个药品 好可是我是觉得 事情发展到现在呢 真的我觉得每一个家长都是人心惶惶 那尤其是喂药的事件 真的是让全台湾的民众都非常的关注 那这个恐慌呢 大多数就来自于家长 那再来就是还有幼儿园的老师们 都开始不敢帮小朋友喂药 就很怕说呢一个不小心会不会惹祸上身 那包含呢在昨天有幼教联合协会呢 他们就一起发出声明说 暂停帮小朋友喂药 而且还直接非常挑明的说呢 希望政府趕快的调查事情的真相 还给所有幼教老师们清白 那里面也非常清楚的提到说呢 希望政府不要受到政治人物的要挟 一定要还给善良的幼教师们一个清白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是真的很难过 我刚看到就是所有的这些幼教协会 他们联合发出这个声明的时候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家长都是不乐见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因为小朋友感冒 家长一定要上班嘛 那家长上班的情况之下 怎么可能三餐按时喂药呢 所以想当然了 一定是交给学校的老师来协助帮忙 那像我自己也是有一岁五个多月大的小孩 到现在 其实当妈妈的心情 每一天只要是有小孩的事情呢 真的是我们全家的大事 但是看到现在目前有幼童这样子的一个新闻 其实都一定会感同身受 而且会觉得非常的揪心 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是所有父母亲的心头肉 然后是我们大家要好好珍惜的宝贝 那尤其小孩子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 更是我们台湾 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 那这一些国家的幼苗 本来就是政府 然后跟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好好的重视 好好照顾 给他们一个平安快乐长大的环境 好可是呢 我们却看到说 这个喂药事件的第一时间 其实对我来讲 我真的是非常震惊 因为刚开始资讯还不是很多 那我第一个感受就会觉得说 真的有这样子的老师吗 那要赶快去查到底是他为了小朋友什么 那小朋友所受到的伤害 能不能够挽救 还有多少小孩受害 那这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担心 都已经解决之后 才有余力去想说 那今天政府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彻查 或者是说今天对老师 还是对医生 还是对幼儿园 反正一刚开始资讯很复杂的时候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好 但是呢 对家长来讲 第一个是关心小孩 第一个就是希望 趕快这个事情可以查出一个水落石出 但是这件事情稍到现在 我们大家每个人的眼睛都看得很清楚 有一群嗜血的豺狼虎豹 他们似乎是闻到一次有那种血腥的味道 就开始见烈心情 然后也不顾这整件事情关系到小孩 才关系到国家的幼苗就开始拿来大作文章 用来攻击阵地 然后用来呢 开始去夺取神良 然后肆意的去把那些还没有查明的事情 然后说得言之早早 然后把还必须要等待厘清的事项呢 哦 开始把它攻击掉 说这个事情如果攻击的赢的话呢 就会变成是自己扶摇和尚的礼物 即使去定调去任意去扣帽子 然后尤其去放任那些绿营的媒体啊 直接的一再的去攻击老师 攻击幼儿园 那连赖清德都去影射 欸他是个医生对不对 虽然说他现在是副总统 他又是一个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但是他有一个身份是他已经职业了半辈子的 就是他是医生欸 好 赖清德他也在这件事情上面 好像闻到一个 欸 这个可以赶快捡起来 就是被打枪赶快乱扫射一下 他都开始以他是专业医师的身份 直接带头的带风向 直接说呢 这些幼儿室友吸毒 吃毒的那个戒断症状 好 连赖清德都这么说 好 欸 我是真的觉得 你们今天是选举选到疯了吗 你们这样子不断的乱带风向 然后也让那些绿营的名嘴评论员 开始去做谩骂 批评 完全都没有在专业的科学的基础上 然后让这些幼儿园的老师们 还有这些幼教业者一再的受伤害 昨天呢 我到了一家幼儿园 我写了就是小卡片 然后还准备了我非常喜欢的玫瑰花 然后希望可以给这一群老师们一点加油 鼓励打气 希望他们呢 不要因为这些政客的行为 然后就是打击到他们的士气 因为其实打击士气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最近 因为六月份嘛 其实快要 小孩子要放暑假了 现在幼儿园的老师是真的开始出现了离职潮 他们觉得说我们这么的爱小孩 然后照顾小孩这么辛苦的事情 然后但是现在 可能因为要喂药的这件事情上面 然后被大家放大检视 然后甚至是直接跟你可能是喂药会变成喂毒 直接划上等号 这个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那薪资的问题算了算了 你这个风险这么高 我还是去做其他的工作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政府过去呢 让国人不信任军公教 然后现在呢 又让家长不信任幼儿园老师 然后甚至是不信任专业的医师 造成严重的社会互信基础被伤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大悲哀 那尤其是从昨天开始高雄被爆出说呢 有四例的不当使用本巴比托给孩童的案例 我昨天看到这消息 其实因为我小孩就在高雄 然后我现在选区也在高雄 其实作为家长的角色上面 看的是真的很难过 我只希望说这个针线要看快查明 到底会是怎么样子 可是到现在我们卫福部 关于用药的这个标准 都完全没有说清楚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离谱 然后今天高雄被发现到说 这个上面说是医师有违法用药 真的是违法吗 如果是违法的话 那你说你开罚医师 你给他提医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我们今天去查询的时候 发现到说奇怪了 这个卫福部完全没有对这个标准说清楚 讲明白 然后就直接定调说 你们就是违法 你这样子打击的不只是幼儿园的老师们 你还打击了在第一线治病的那些医师们 我就想问一下你们那些不断批评的名嘴 侧异还有网红 然后甚至是那些绿营的政治人物 你们当初那些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的狂妄态度 为什么在高雄发生 有医师也使用了本巴比托这个药物的时候 你们瞬间安静 然后甚至有一些人是直接是见风转舵 你们这样子恶心的嘴脸 真的是完全没有良心的政治操作 难道这些就是你们要留给小孩子的环境 你想要给孩子的榜样吗 那我们再来看到现在目前高雄市政府 对于这些他们说是违反用药医师的财阀 诶不但第一个完全不符合社会的期待 而且还让大家感到非常恐慌 你不知道自己的小孩是不是也有不小心 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可能把不当的这个药品吃下肚子 然后自己都不知道 那你更不要说我早在2016年的时候 就已经传出高雄有医师使用本巴比托的记录 但是后续高雄市政府完全没有作为 那现在整个绿营还能够沾沾自喜的说 啊成奇迈反应迅速守护孩童 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言论是有点让人瞬目结舌啦 那也看到说整个民进党是如何为了选票在见风转舵 难道是非是可以这样子颠倒的吗 高雄市政府守护孩子是最基本的 而且绝对是市府 然后还有全民的责任是 完全是刻不容缓的 但是我是觉得今天高雄市政府突然间做出一个跟中央完全是不一样的决定 这个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的特别 那我想的是昨天我们在高雄开了一场记者会 这场记者会定在早上的9点半开始 但很有趣的是昨天早上的这个采访通知是在前一天的晚上通知给媒体 但是没有多久的时间陈其迈就立刻呢 在市府也召开了一场记者会 也就是说他公布说高雄有四家诊所 也用了本巴比陀这样子的药物 然后呢刻意的把他的市府的记者会的时间 压在比我们的记者会的时间还要再更早 就是非常明显的他要盖过我们的新闻 那再来就是呢也把大批的媒体的这个团队的力量 全部都调去那边支援他的 好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是一个政治的操作嘛 因为陈其迈他其实一直都在做这样的动作 只是昨天他们临时去改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样的操作 那昨天呢好我们开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好刚刚讲到说的就陈其迈是马上大动作 召开另外一个记者会嘛 然后他就开始要大动作演戏啊 说我们主动的追查高雄2000多家诊所之后呢 诶竟然查出有四家诊所使用本巴比陀药物的情形呢 好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陈其迈你为何选择跟中央完全不同调 而且他还是大动作的去追查背后的这个原因 我觉得还蛮耐人寻味的 尤其呢 陈其迈他过去呢是长期自诩为医生市长 虽然说我不想要再提醒说他是连住院医师都没有当 但是他到底为什么就是可以说他自己是医生市长 他自己自诩他是医生 那发现到说他也只不过是在实习的时候 他连他的医师诊都还扣在教育部那里 所以那到底是不是个医生呢 大家心中只有一把尺 可是他是一个长期自诩为是医生市长的人 他也用他是医师的专业 也用医师的这个头衔 我想直白一点啊就是骗选票啦 因为医师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嘛 就算他今天没有医师证他没有真正职业过 他也乐于告诉大家说我是个医生哦 可是呢在这一次的事件上面 我刚提了高雄市政府竟然你们过去完全没有积极的去清查 这些不当用药的问题 甚至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是陈菊 陈菊市府就已经出现过有本巴比土的药物事件 但是现在是问题发生之后 诶你陈菊麦你是想要当清流 然后你想要冲前锋 所以你就开始主动的去积极去追查药物的使用状况 诶这个你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政治盘算呢 难道是你们派系之间你是在代替阴系要打新潮流吗 爱豆呢我不晓得我只觉得很奇怪 今天你们怎么会跟中央的步调完全不一样呢 但是我要说的是两位市长陈菊麦还有陈菊 你们是不是应该要为着整个民进党市府 你们的行政怠惰要给高雄市民一个道歉 要给所有小孩子的家长一个交代呢 你们昨天市府表示说呢 你们有主动通知受影响的 幼童呢有二十几位可是才不到一天的时间 从最严重的这个诊所影响人数有至少你们说有二十名对不对 但是不到相隔一日的时间受影响的人数就竟然暴涨到上百名 百余名的患者然后甚至是还需要专责安排 医疗评估的这个人数也超过了七十几名 我们是不是要说呢高雄市政府 你们一看开始是在玩文字的游戏误导外界呢 你们的这个数字落差之大啊 如果不是市府刻意误导 那么就是你们追查不清 好那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我还是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到底为什么高雄市政府 你们会这么积极的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第一个陈其迈你是专业的医师吗 那今天专业的问题本来就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判断 你应该如果你今天讲说这个用药有问题的话 那你就应该要把出现用药问题的这个医师储方间拿出来 然后呢去找专家学者来评估 比如说呢是大高雄的医师公会 组成一个医师伦理委员会 那医师用药有没有错误 应该要交由专业来判定呢 而不是政治凌驾专业 如果说医师的储方有问题 好那我因为我有请教过几位医师啦 因为毕竟是这种专业的问题 并不是由我李明璇就可以来做判定来做评论的 那我询问的这些医师呢 他们都说呢 这四位医师他们原则上其实都是年纪比较偏长的医师 比较资深 那年纪比较大 但是呢他们使用这个药物并不是说有违反医德 或者是违反法律的这个问题 因为今天台湾的法律并没有说 你使用本巴比陀是个错误 所以今天我们不断的去要求卫福部麻烦你把标准讲清楚 到底是不是零检出 如果不是零检出的话 那你们为什么要让放任这么多的这些有心人士在媒体上面不断的做谩骂呢 不断的批评呢 对不对 然后结果现在高雄也出现案例的时候 然后这些谩骂的声音又突然间又消失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听一下专业的人说话 我们不要再听那些政客或者是一些就是名嘴说话了好不好 今天我询问的医师们都说 这个东西是医生他们的用药习惯的问题 其实并没有违反医德或者是违法用药的问题 但是今天陈其迈就马上大动作的做出停业的处分 是有一点太太夸张了 好就是医师们是说就陈其迈好像有点冲过头 所以我们我才会说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到底今天陈其迈市长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考量 怎么会做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然后马上就去做出停业 然后今天就会开始去去创造一个新的舆论说 要去批评医生 好前面是批评幼儿园的老师 然后现在批评专业的医师 这件事情闹着整个舆论现在占成两派 所以我现在我真的必须要诚挚的呼吁 今天市府还有中央政府应该要请专家学者出来 然后甚至是各个地方其实都会有就是医师公会 好刚刚提到说要提出一个医学伦理委员会 由医师们来判定 好如果说今天这个医师的用药 没有与时俱进的话呢 那其实就建议这一些比较资深 比较年纪比较大的这些老医师们 再去做一些再教育的学分 好但并不是说今天陈其迈汉一个人就可以决定说 那你就要立刻停业 因为今天法律规定本巴比托并没有说完全是个禁药 所以今天我们才不断的在说 卫福部赶快出来 你食药署不要遇到新北跟遇到高雄的时候 两边你的态度完全是双标 你们完全不是中理的耶 我们NCC已经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关 然后食药署也不是一样 我讲到食药署我就一股气 那去年的时候光是快筛啊 光是疫苗啊 真的就是各种的双标 我们在整个疫情当中也看到 指挥中心还有整个卫福部 都是用政治意识形态凌驾所有的专业 当所有的医生们还有装备的市长 去年在我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不断的向中央喊话说 拜托指挥中心 干净把快筛扬视为确诊 不要再让辛苦的人们 每个人都要挤破头冲去急诊室 就为了要验PCR 因为当时的法令规定就是 每个人都必须要去验PCR 确定你PCR是阳性 哦你是阳性咯 你才能够接受医师的处置 然后把整个医疗体系弄得崩溃 然后呢所有的那一些在快筛已经有阳性的人 都一样挤去急诊室的外面 造成了一个大家传染力变高 原本只是陪病的人也被感染 那再来就是原本可能没有这么严重的 直接被拖到中中症 然后如果本来就是中中症的人 就因为排队的时间过长 到最后可能发生了完全没有办法挽救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政府让大家最可恨的就是 一直以来都是用意识形态凌驾正所有的这些专业的判断 一直都是用意识形态凌驾所有一切专家所说的话 但是到最后我们却看见他们所派出来的学者专家都是有党政的 民进党执政之下呢都是让得绿色党政者得天下 这真的是我们国家的一大悲哀 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 那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影片一个按赞 然后同时呢欢迎给我们留言 拿一帮我们的这个影片来分享出去 继续的关心这一件用药的事件 也更加的积极去追查到底今天市政府 还有今天中央的卫福部 到底对于本巴比托的用药标准是如何 不要这样模糊不清了 请你给全民一个交代 先别走你有这些困扰吗 掉头发 身体乏 老得快 怎么办 你的健康问题就交给Herman Organic 给你更健康的生活